三万个 化妆蛋来了 抢哦 三万个 三文鱼 抢哦 美们 三文鱼化妆蛋来了 可不可以帮我拿一下我的那个 就是那一筐化妆蛋 我给你拿一下哦 就是李佳琪 就是这么多年来了 两三年来的时间 我真的从一箩筐化妆蛋里面 选了三个品牌给你们推荐 RT 然后三文鱼 这两个是比较自己本来就有名的产品 和有名的品牌 但是我还推荐了一个比较不知名的品牌 就是三月兔 但现在已经很知名 他们在化妆蛋卖到飞起来的 所以我是真的 我自己会用的化妆蛋 就这三个品牌的化妆蛋 别的化妆蛋我都不会用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就是我这么多年来 留下来的就是购买记录 可怕吗 像不像我感觉我们家里有个宝宝 这是我给他的海洋球 像不像一箩筐海洋球 应该宝妈 很多宝妈都是这样的吧 就是我真的买过无数个 奇奇怪怪可可爱爱 然后又是就是 就是有厉厉害害的化妆蛋 比个新 可爱吗 新型化妆蛋你见过没有 看一下对啊 这个是那个圣诞节的化妆蛋 你见过没有 这个还带闪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买它 为什么我自己没敢上脸 聚焦 好看 这个化妆蛋还带亮片 我自己没敢上脸 我感觉用它用的话 我的皮肤会被刺到 那个被亮片割到 对 然后还有这个 就像那种饭团一样的化妆蛋 然后还有 带毛的 黑色化妆蛋 就是我买过巨多这种化妆蛋 就是还有这种形状 就一型的化妆蛋 我真的买巨多 买了两三个化妆蛋 在天猫里面的 只要买化妆蛋的品牌 我都卖过 来 罗学就是什么 那个陀螺 就是在公园里面打陀螺 那种化妆蛋我也买过 你看 就基本上我们 就是把 就是那种 你知道 就是这个天猫店铺里面 卖化妆蛋的品牌 我们都买了 它是外面 对 超级男友 这外面一层是皮 这个巨男友 还有这个你看 要给你印一个章了 就是 诶 猪肉合格 对 对吧 下面还有很多那种乱七八糟的 还有钻石形状的化妆蛋 你要想看看这个吗 这个特别可怕 它不是化妆蛋 它也是化妆粉扑 我帮你们抠出来一下 我感觉我这个手机就会过敏 给你们看一下 厉不厉害 厉不厉害 bling bling的硅胶的化妆粉扑 就真的我买了巨多 巨大的体验 然后我找了三个品牌 我比较喜欢 第一个 确实是 为什么大家会买化妆蛋 就是RT做的 就RT化妆蛋很厉害 然后第二个品牌 就三文鱼化妆蛋 这个化妆蛋就是网红化妆蛋 第一个就是它很可爱 就是可爱在哪个地方 它就是 每一颗化妆蛋都是独一无二的花纹 也就是他们家的一个 就是升级版本了 然后它的那个原料 都是从国外进口的一个原料 所以化妆蛋第一个 很柔软很好上 第二个 这个化妆蛋以前卖很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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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好像要卖49 59一颗 他们家自己卖的话 现在是25亿颗 而且啊 美门我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我很喜欢很喜欢一个 叫做三切面 因为我是真的每天化妆蛋 用出了就经验的一个人 就是我们在市面上 可能看得到这种 斜切面化妆蛋 对不对 就是这样斜切一下的 然后包括你也可以看到 这种水滴状的化妆蛋 就这种水滴状的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这种 美门单切 双切面的化妆蛋 就这样子切 这样切两下的化妆蛋 那每个化妆蛋 其实我都用下来的感觉 就是什么样 就这个化妆蛋就是 对于那种新手小白 就啪啪啪啪啪 打完了就好了 那感觉脸上 只要有粉底液就好了 但是你知道吗 这个化妆蛋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点 就是在于它这个斜切面 因为这种三切面化妆蛋 是我超喜欢的一个 就是你可以用这两个 大面积去打什么 打大面积的底妆 这样去上底妆 但这种小的地方 去照顾到你的鼻翼 鼻翼 嘴角旁边 以及眼头 然后下眼瞼的位置 用它来按压 我们那种粉底液啊 包括遮瑕液啊 都是非常非常的棒 所以我会很喜欢 他们家的化妆蛋 用这一块取遮瑕的用量 也很刚刚好 刚刚好 用这块取遮瑕 真的是刚刚好 刚刚好 然后所以我们在用化妆蛋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将 我们的粉底液 均匀地点在我们的皮肤上 对不对 然后 看一下 均匀地在我们的皮肤上 然后用化妆蛋 首先我可以用那个圆形的 这一边 你也可以用它这种宽形的 我就会用圆形的 因为我跟别人化妆 我会用圆形这一面 因为拿得更加顺手 去轻轻地拍上去 轻轻地打上去 好 把大面积的底妆 你看 就轻轻地过一下 就整个刷完了 大面积的底妆 好 刷完了之后 我可能有黑眼圈 怎么办 我就用这个 就是斜切面 去把它沾去 一点点的粉底 它的取量 就非常非常的精准 然后呢 看上面 在我们的黑眼圈的地方 其实 它这个斜切面的这个弧形 正好就是你眼下紧的弧形 按一下 你这个地方的底妆 就是上好了 然后再把它晕开 就拍打这种 很局部的位置 我跟你们说 特别特别的精准 所以这个三切面的形状 真的我 就是三切面就代表李佳琪 我们推荐三切面 推荐得很早 这三切面真的做得太棒了 就是不用你去说 我要买三个化妆蛋 一个大号 一个中号 一个小号 就是很不方便嘛 就是一个可以搞定所有 就是鼻翼的地方 很多女生就这个地方 永远画不到底妆 这个地方全是落白的 所以这个你可以把它 塞到鼻翼里面去 把你把鼻翼里面的粉 全部都融好 然后包括下鼻翼的位置 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人中的 这个地方的粉底液 包括你的下唇线的粉底液 你都可以把它 遮得干干净净 然后包括有的是 画完眉毛之后 你的眉毛有点 画粗了怎么办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 去怎么样 去修饰一下 眉毛外圆线的位置 让那眉型看起来更好看 所以这个是我真的很推荐 给大家的一个化妆蛋品牌 好不好 很柔软 它的那个 看Q弹Q弹的 超级的柔软 要弄适用吗 当然 多久换一个化妆蛋 因为我觉得 这个化妆蛋比较便宜 然后我觉得 大家上脸嘛 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要勤换 所以我觉得 两个星期最多了 好不好 你中间洗一次 两个星期 把这个化妆蛋丢掉 买新的 然后你们用完了之后 就是我们都会沾水 用完了之后 你还就是每天 真的是要 就是用完了之后 过一下水 把那个坟地液成 能洗到多少 洗多少 然后洗完了之后 把水拧到90%干 然后放在纸巾上 或者是放在这种盒子 那种盒子也会沾灰 我的使用习惯就是 用完了之后 拿张纸巾 就洗完了之后 拿张纸巾 把它放在纸巾上 自然晾干 不能晒太阳 你晒太阳 这个化妆蛋就会坏掉 然后就放在那里 自然烘干 第二天早上起来 再去沾水 然后把它用就行了 好不好 来准备咯 天猫店布置 25块钱一颗 三文鱼化妆蛋 加起直播间 数量填3 拍力减39块 8毛钱 三颗化妆蛋 数量填3 可以选择 印章型 斜切面 三切面 水滴型 都可以 3 2 1 上链接 来咯 数量填3 是的 数量记得 一定要填3哦 就是如果大家想拍 不同形状的话呢 就分别加入购物车 要分别加入购物车 谢谢大家 三切面没有了 来加货全部加 好 把所有东西全部加上来 不要慢慢加 好的 两个星期左右 用一个化妆蛋 对 两个星期左右 我是一颗化妆蛋 用一个星期 我就丢掉了 我化妆蛋 一个星期丢掉 他说天哪 我半年都换不了 一个化妆蛋 好 不行不行 现在就买 然后扔掉 太便宜了 好不好 两个星期左右 差不多了嘛 加好了 所有女生化妆蛋 加好了 这所有的货 对吧 是 妹妹 这所有的货 三文鱼化妆蛋 所有的货 都加上来了 还有8万个 加了10万 我们所有的10万个 都加上来了 还有最后的8万个 三千面没有了 三千面下架了 不好意思哦 三千面下架了 可以预售一下三千面吗 会不会很久 问一下 看到我好开心 谢谢你们的支持 三千面还可以上吗 问一下 三千面现在没有了 没了 哈希子的粉底刷呀 买那个 哈希粉底刷不用买了 买完美日记 不可以啊 不可以啊 不好了 下一个 大家也可以买啊 下一个 其他的形状的 你们随便吧 自己选择 好不好 我推荐三千面 呃 单切的也可以 就是水滴的也可以 双切的也可以 看自己需求 好不好 你可以买了一组 这个之后 你再买另外一组 就是别的 就是形状的 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好吗 看自己的需求啊 看自己的需求 好了 下一个 他没转了 大 小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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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感谢观看